近日 多地出现新冠复养病例引发公众关注 1月25号 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对这一现象做出解读 冯子健表示 复养现象为被感染者中的小概率事件 非常低概率的那种比较特殊的病例就会出现 在其他病里面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小麻痹症 脊髓灰智炎 使用活的减毒或口服的活疫苗 会遇到极个别的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 可能会遇到一个有特殊的免疫缺陷的人 他会这种疫苗病毒会在他肠道内长期的 就是增值繁殖 冯子健认为 近期发生的新冠复养病例 对疫情传播作用不大 大多数他都是符合这个长期 一般十几天他就转阴了 他就好了 感染以后 病毒在体内的存在持续的时间 感染状态持续时间可能有极个别的会比较长 对于近期各地不断出现零星散发病例 甚至局地聚集性疫情的形势 冯子健指出 这与冬季气候密切相关 冬季它的气温寒冷 一个是两个因素吧 一个就是这个病毒在低温环境下 它容易存活 第二个就是到了天气寒冷的季节 冯子健认为 目前中国防控措施有利 效果良好 只要全面落实 相信可以很快控制疫情 但面临春节 还需要民众大力配合防疫措施 做好个人防护 戴口罩还是一定要做 第二个就是还是守卫生 第三个就是尽量减少或者避免 到人多 密闭场所 这是三个核心 就是一防个人一防 另外一个就是感到春运了 春节了 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如果能不回去 能不去旅行 就尽量减少旅行 另外一个就是在春节节日期间 还是尽可能的减少聚会